冬瓜不仅清热解暑 而且还能瘦身美白 所以夏天绝对是餐桌必不可少的美食 大多数的吃法口感都比较清淡 而今天给大家带来一道有创意的新吃法 它就是回锅冬瓜 好吃不长肉 而且还能吃出肉香味 回锅冬瓜虽然做法简单 但是也是有讲究的 我们今天请到了喜爱美食的年轻妈妈高俊 因为刚生完宝宝 高净比以前胖了很多 目前正处于减重器的汤 对冬瓜偏爱有加 于是爱吃肉的汤 就琢磨出了这道回锅冬瓜 一起来看看到底怎么做的吧 今天要做的一道菜是回锅冬瓜 那我们首先呢 要准备一个原材料 就是冬瓜 把冬瓜去皮 把它的脆色还是留一下 因为冬瓜的维生素含量 皮上包含特别多 然后呢将冬瓜切片 您可看仔细了 这冬瓜切片也是有讲究的 冬瓜切多厚呢 我们大概家里面这个筷子的上半部分 切差不多这么厚就可以了 接下来就是咱们做回锅冬瓜 不出汤的小窍门了 那就是焯水时加盐 冬瓜焯水之后呢 迅速要放到凉水里面 把它降温 第一呢是为了它口感更加脆一点好吃 第二呢也是为了防止它继续升温 之后我们用厨房用纸把冬瓜表面的水分吸干 接下来让冬瓜能吃出肉香的关键一步到了 裹糊 把鸡蛋打成蛋液加入面粉搅匀 然后把冬瓜裹上面糊 下锅煎至两面金黄 裹了糊的冬瓜就从裹蛋无味变得香味扑鼻了 接下来就是炒制的过程了 咱们锅中放入底油 蒜 葱 入锅爆香后 依次加入两勺豆瓣酱 少许豆豉 一勺糖 然后依次放入洋葱 木耳 青红胶圈 煸香 之后把焯好的冬瓜倒入锅中 翻炒均匀 您看到这里 是不是觉得这回锅冬瓜就可以出锅了 别急 咱们的达人还有一个小妙招没用呢 冬瓜炒匀之后呢 我们在锅边淋一勺醋 为了综合皮鲜豆瓣酱的辣味 这样呢 炒冬瓜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的做法很简单吧